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在場的朋友大家好 還有各位台下的來賓大家好 我是小金 今天很開心能夠來到這裡 跟大家分享我今天的故事 那其實就像剛剛文華哥講的 其實我跟在座的各位 有非常多的共同點 一個最大的共同點 就是我是土生土長的高雄人 我在高雄一路生長到 我高中畢業18歲 我才上台北念大學 那另外一個跟各位很大的共同點 就是呢 我也是這個觀光旅遊產業中的一份子 我跟夥伴一同創建的公司 叫創演資訊科技 我們的核心產品呢 揣完出來玩雲端旅宿平台 我們就是希望協助這些 很多在地特色的這些中小旅宿 能夠透過我們的平台走向國際 甚至能夠透過我們平台更有效率 更資訊化的經營他們的民宿 或者是旅館 這是我們在做的事情 那創業到現在已經快三年 我們這個服務上線也快兩年了 基本上我們現在很高興能夠得到 全台超過320間民宿主人的支持 而且今年會持續的拓展 那我今天來到這裡其實是想要跟大家來分享 我目前為止27年的人生故事 那其實27年不算長也不算短 可是中間其實有蠻多的波折跟轉折 很多朋友一見到我就會問我說 欸你為什麼會這樣走 為什麼一開始念財經系 後來又跑去當記者 後來又跑來創業 那我想說今天剛好有這個機會 很多時間可以跟大家分享喔 那今天我的題目叫做 我與兩種版本人生 基本上我目前27歲的人生呢 有兩種版本 第一個版本就是18歲以前 這個版本的名字叫做 超級標準的好學生 非常的乖乖拍 我每次回高雄的時候呢 基本上我走到高雄火車站 大家都知道高雄火車站前面長什麼樣子嘛 就是一整排琳琅滿目的補習班 然後呢就是到處都是那個招牌啊 然後什麼考什麼的分數的 其實跟我十年前在的時候 其實沒有什麼兩樣喔 我十年前也是像很多各位一樣 我也是穿著熊女的校服 我在那個遍布的補習班的大路上面走啊走啊 其實心中非常的徘徊 因為高中三年基本上 我的目標只有一件事情 我就是要考上一所好大學 而且分數越高越好 事實上在那個時候呢 我已經算是潛驢技窮了 真的是我最後一波 為什麼呢 因為我正受夠那個升學體制喔 從國小開始 從我很小的時候開始呢 我身旁周遭所有的大人們都告訴我說 加油你考上國中自由班 你就有好日子過了 所以我就很努力的念書 考上了國中自由班 考上國中自由班之後呢 發現老師們說不行耶 你還要再考上熊女才行 我說好 那我再努力再拼一下 咬牙一下 上熊女就有好日子過了 好直到 我批上熊女制服的那一年 我想說應該可以放輕鬆 可以來談個戀愛了吧 結果發現還是不行耶 因為身旁周遭所有人都說不行 你還要拼台大 對 所以在高中三年的那個時候 其實我非常的掙扎跟 算是非常痛苦的一段過程喔 就是 可是也算是最後 就是奮力一搏 就是我一定要拼上一個好的大學 想說 好 這是拼上一個好大學 拼上了台大了 那我人生應該可以從此幸福圓滿了吧 那時候就是我唯一的想法 那在18歲 17歲轉18歲那一年的夏天 其實對於我目前人生而言 是一個滿大的轉折 在那一年夏天發現了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大學聯考 大學聯考是每年的7月1號 2號3號 而那一年 其實我非常受到信心之神的眷顧 那一年我的成績 拿到了全國社會組的幫手 那其實知道這個消息的當下 其實我是傻住的 因為我覺得全國高手這麼多 怎麼會輪得到我 可是在同學老師的賀喜真書 我也慢慢地接受這件事情 然後也開心了一下 就想說 欸對啊 我之前不是一直想說 欸考到最高分了 那應該世界會有很多不一樣吧 我人生應該可以從此幸福圓滿 一條順遂吧 然後大家猜猜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啊 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那一年9月呢 我就這樣子跟著我爸媽 然後開著車載我一堆行李 進了台大的校門 然後當我踏進我們台大財經系的 共同教室的課程的時候 教室就像這樣一樣大 那我就發現天啊 每個同學才大一剛開學欸 大家都在討論說 欸畢業之後要找什麼工作 要去consulting firm啦 還是要去當教育員 當trader 要念什麼研究所 然後呢 大一上學期第一次的期重考喔 印象非常深刻 台大總圖的地下室 是一個自習室 就是可以給學生念書的地方 其中一半都被我們台大財經系 大一的學生給搶了 你知道嗎 就是大家全部就跑去那邊念書 然後我心裡就想說 媽呀 不是想說高中考完 就可以人生從此幸福圓滿了嗎 怎麼就一進入大學 又開始一個老鼠賽跑式的競賽喔 然後更慘的是 我發現我數學都沒有他們好欸 因為呢我們系上有七成的同學呢 都是自然組轉組過來的學生 他們數學非常的好 所以每次數學課結束之後呢 像他們微積分 都是我要抱著課本去請教他們 然後他們教了我好幾次 我都教不會 我都很挫折 所以我後來發現一件事 在18歲那一年 我的人生有一個很大的轉折 我也有一個很大的覺悟 我不知道在座各位 有沒有很多人 跟你們講過這樣子的話 你好好考個好高中 你的人生就可以幸福圓滿了 你好好念個好大學 你的人生就幸福圓滿了 你好好找到一個好工作 你之後的人生 你就可以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那我現在雖然才27歲 可是我也走過這條路 那我要在這裡 以固然人的身份跟各位說 其實我覺得這是假的 因為人生其實 在我過去的那個經驗裡面 就像我踏進我們教室那一山 我發現其實就只是一個 再一次的老鼠賽跑喔 如果你現在真的有想做的事情 你沒有從現在開始去做的話 其實它永遠不會發生喔 你就只是不斷的再重複 別人期待中的生活模式 可是等到你有一天 真你想做你想做的事情的時候 那時候你都已經老了 所以其實 我第二個版本人生 就是從18歲開始 18歲之後的人生呢 我把它稱呼叫做 後青春期的叛逆 通常都是青春期叛逆 可是青春期我非常的乖喔 我是過了青春期之後才開始叛逆的喔 那其實在國中的時候呢 我就對新聞業非常的感興趣喔 那時候我國中的時候 有一部韓劇叫做 《愛上女主播》 可能很久遠以前的韓劇 可是它那時候很紅 開啟了我對新聞業的嚮往喔 就有點像是 見到一個男生一見忠情那樣子 不知道為什麼就是很喜歡 而我特別喜歡的是 調查報導那一種東西 就是你可以針對一個專題研究 好好地把它發展成一個題目 探討原因分析原因 然後為社會帶來積極的影響力 所以我那時候其實一直 很對新聞業有興趣 也很希望能夠參與在其中喔 那中間雖然我念的是財經系 主要也是希望說 自己在財經方面的領域 能夠更多一些專業知識 未來轉新聞業的時候呢 其實更容易切入 也因為這樣的過程呢 其實我也沒有 中間我也曾經去投資銀行實習過 最終還是發現說 那一條並不是我想要走的路 所以我最終還是決定了 我想要走新聞業 在大四下學期的時候呢 我很幸運得到了 天下雜誌的一個實習機會 所以我大四下 整個時間我都在天下雜誌實習 實習完成之後呢 我也通過內部的考試 轉為正式員工 2009年 那時候我畢業 而我那時候也正式成為 天下雜誌的金融線記者 那時候有一種美夢成真的感覺 就覺得說 我終於跟我暗戀這麼久的男生在一起了 就是我終於成為一個雜誌社記者了 而且我也跟著非常多優秀的前輩一起共事 我在他們身上看到 他們為了跑新聞 他們其實是日以繼也跑新聞 然後甚至是冒著被大企業告 或是揭露一些他們不想要被揭露的一些 弊案或是不想要被揭露的真相而努力者 他們持續都在那些崗位上努力 所以在那段時間內 我學到非常多東西 而且我也看到一件事情 新聞業從來不缺好記者 可是卻缺了一件事情 就是缺了一個可以可長可久 並且面對現在數位衝擊的商業模式 在我踏進新聞業那個時候 其實Google跟Facebook都陸陸續續在興起 今天大家對這兩個網路巨播 大家可能一點都不陌生 可是大家可能不知道 其實這兩家廠商 這兩家世界知名的大企業 他們其實是現在全世界媒體 走向衰敗的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因為他們瓜分了非常龐大媒體的流量 導致傳統媒體的廣告收入巨幅的銳減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廣告收入巨幅銳減 很多媒體不得已開始了一個東西 叫做置入性新聞 這種名為新聞實質上是廣告的東西 其實大幅影響了媒體的名譽 可是事實上它也是不得已而為之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 你會發現說傳統的時候 是媒體可以製造新聞 並且提供給讀者自己去讀取 基本上是媒體選擇了什麼新聞 讀者就要讀 可是現在的時代是讀者可以自己去選擇 他自己要看什麼樣的新聞 所以現在的新聞都是收視率掛帥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說 從早期可能公共新聞 或者是國際新聞比較多的 這些電視台的報導 我們現在慢慢轉向成打開電視台 我們都是看到小貓小狗打架 然後或者是隔壁發生什麼 麥當勞漢堡肉片泰博這一種新聞 但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現在都變成這個樣子了 其實現在媒體業正面臨一個 算是百年來前所未有的一個 最大的轉型跟改革 這個原因就是在於網路時代的興起 就是在於我們每天都使用的 Google跟Facebook 他們徹徹底底顛覆了媒體既有的生態 所以在那個時候我忽然發現 其實媒體業不缺好記者 缺的只是一個好的商業模式 而我也發現一個好的商業模式 是真正可以改變世界的 這也是為什麼我開始走向新創產業 如果說記者就是為了 找尋一個最接近真相的故事 而企業家的使命就去找尋一個 可唱可久成功的商業模式 2011年10月我辭掉了我記者的工作 我開始走向新創領域這一條路 一開始的時候呢 我跟我的partner其實我們是希望 能夠製作一個 因為我們都很愛自助旅行 我們希望能夠製作一個行程規劃網站 給很多像我們喜歡一樣自助旅行的旅客 來使用 可以很輕易地在這邊規劃他們的行程 甚至一按下去就可以預訂完成 這樣的一個網站服務 而在那個時候 因為也差不多就是現在這個時候 也快接近夏天了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決定 把墾丁選為我們的第一站 然後我們一群幾個年輕人 就很興奮奮地跑下去墾丁 然後一間一間民宿這樣的去跟他們聊說 去推廣我們這樣的一個服務 結果我後來發現 他們其實在那個時候 對這個東西一點都不感興趣 可是他們真正感興趣的是什麼呢 因為那個時候很多港澳的自由行的旅客 他們要來台灣玩 可是當他們要訂民宿的時候呢 他們預訂的方式往往都是信件往返 然後甚至在跨國會訂金上面 都遇到了很多麻煩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發現說 為什麼沒有線上訂房系統 這種東西的存在 那或者是沒有資訊管理系統 這樣的東西存在 我們以為在飯店業行之有年的這些東西 在民宿業應該也早已普及 可是事實上 在那個時候 其實使用這些東西的人 真的非常的少 而飯店業的這些系統 對於民宿而言 又太複雜 而且又太昂貴了 所以那時候我們發現到 這樣的一個契機 我跟我的夥伴就下定決心 我們要開始往這個路上走 我的夥伴只用了三個月的時間 從畫設計草圖到寫出整個系統來 他只花了三個月 然後花了三個月 弄出來之後呢 我們兩個人就一台機車 然後呢 夏天吹著海風 冬天吹著洛山風 我們呢 欺騙了整個恆春半島 去拜訪不同的客戶 我們就直接把剛出爐的系統 擺在他面前 一頁請教他的使用經驗 如果他提出了說 哪個地方做得不夠好 或是他希望哪個地方做得更好 我們就立刻抱回來 我的夥伴就立刻去改城市 把他做得更好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那個時候 做了一件非常正確的事情 就是 我們非常的第一線貼近市場 我們花了一年半的時間在墾丁 我們每天都在跟我們的客戶溝通 並且得到他們的feedback之後 回來馬上修正我們的產品 所以至今我們的產品 非常能夠符合我們的客戶的需要 也是那個樣子 我們不是在台北買鍋造飯 我們隨時隨地都在我們服務的據點 有一個能夠第一線服務客戶的地方 第一線聆聽他們聲音的地方 也是在那個時候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所以呢 現在我們TryOne出來玩雲端旅宿平台 基本上呢至今在全台灣 已經有超過320間的合作民宿 我們提供的一個服務呢 就是一個平台服務 能夠連接很多在地的這些 具有特色在地人情味的中小旅宿 能夠讓他們透過一個非常簡易使用的平台 能夠連接到世界上非常知名的這些大的旅遊網站 比如說像是Agoda Booking.com Xpedia 或是協程或去哪兒網 只要一個按鍵 它可以同步把它的房間放到上面去做曝光 進行更進一步的曝光 那另外一方面 我們平台也幫助他們 可以進行民宿的自由品牌的建置 以前呢他們的單 往往都只能透過這些大型的旅遊網站進來 我們也提供它一個機制是 它也可以自己在它的官網上面建置一個定房系統 可以自己去接觸它的回流客 不用再給這些大的旅遊網站去抽成 那另外一方面 我們平台上面也提供它一個非常簡便的 非常簡便而有效率好用的一個管理系統 讓他們可以在上面非常資訊化的管理他們的旅宿 可以把以前完全是用手抄本的形式丟在一邊 完全靠電腦來經營 而且這樣對於他們企業化規模化是更有幫助的 我們的願景就是幫這些好商好水好人好服務走出台灣 我們持續在做這樣的改變 而且這個改變也持續看得見 在這段過程中其實從記者到一個創業家 其實這一段路上其實我們其實也陸陸續續也有聽到一些 人會質疑我們是不是太年輕 或是辦事不牢靠的聲音 可是事實上我這一路走來我非常感謝 就是不管是我從前在當記者時代的主管或是老闆 在當創業家之後遇到的合作夥伴甚至是 我們的民宿主人 他們都非常支持我們 不會因為我們年輕而不相信我們 反而給我們更多的揮灑空間 所以其實我也要勉勵再做各位同學 其實我覺得年輕 雖然一開始很容易不被外界看好 可是事實上你只要夠認真夠努力 你拿出120分的努力 去拿出你的實力證明給別人看 你會因為你的能力超過你外表的限制 外表的刻板印象反而更能夠給人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所以我覺得從這一點來看 其實年輕一點都不是一個問題 它反而是一個更好的優勢 那其實我覺得在這一路走來 我十年下來就是在第二個版本 後青春期的叛逆裡面 我學到了三個很大的功課 第一個功課就是回到我學生時代最深刻的反省 就是如果身邊還有人跟你說 你做到什麼事情之後 你再去追尋你的夢想吧 相信我這件事情不會發生的 你就只是老鼠賽跑中的那隻小白鼠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什麼想做的事情 請你現在趕快去做 而且很努力的去做 因為人生很快就老了 人生初出是戰場 你隨時不小心發生什麼事人生無常 你可能被榴彈打到 可能隔天就發生什麼事了 可是你就算死你也要死在你喜歡的戰場上 這個是我體悟到最多的一個功課 第二個最大的功課是 我們每個人都要認識自己 而且要拿得起放得下 認識自己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我一直覺得台灣的教育體制 雖然我是從這個體制出來的 可是也因為這樣 我看到它很多的弊病 我覺得它其實很像工廠的一個生產線 那就是工廠生產線 誰進去誰出來 它不管你是圓的方的還是扁的 基本上他們都是指引你 往高學歷大公司的方向走 可是這不一定適合每個人 你究竟喜歡什麼 你想要過什麼樣的生活 只有你知道 所以千萬不要去迴避自己心裡的聲音 如果你真的有想要做什麼事情 請你現在就要開始去計劃 努力的去執行 這就是拿得起 那很多人也會跟我說 我很擔心我要是選錯了怎麼辦 不用擔心選錯這件事情 人生路上誰沒有選錯的時候呢 重點是如果發現現在這條路 真的不是你想要走的 記得趕快把它放下 開始往你真正想要走的路上前進 人生很短 沒有太多的時間 能夠浪費在自己真的不喜歡的事情上面 第三件事情 就是我也要跟在座各位 年輕的同學勉勵的就是 不要因為我們年輕 而我們不敢捲起袖子接受挑戰 也不要因為我們很年輕 而不敢抬頭起胸的去承擔責任 就我剛剛講到說 其實現在年輕人很容易 被外界有個刻板印象說 辦事不牢靠 可是我們反而要把這件事情 當成是我們的優點 甚至是契機 其實現在的時代呢 是所有的既有的秩序 全部都被打亂了 過去以前適用的規矩 在現在這個時代 基本上都不適用了 不管是你的前輩也好 或者是你 所有的人都站在同樣一個起跑點 在摸索新世界的規則 所以認真努力的去摸索新世界的規則 現在機會還沒有輪到你的時候 好好的成前 好好努力 繼續的學習 等到機會輪到你身上的時候 千萬不要遲疑 努力的用力的去抓取 用力的承擔責任 沒有經歷過挑戰跟承擔責任 怎麼能夠證明你的能力 或是證明你與眾不同呢 好 我最後一張slide 我用一個非常著名的小說做結尾 這個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這個是那個哈利波特 我13歲國一的時候 我嬸嬸買了哈利波特第一集給我 當我的生日禮物 那時候呢大家應該印象很清楚 霍格華茲魔法學校裡面有四個學院 一個是葛萊芬多 他代表的是勇氣跟真誠 一個是賀夫帕夫 他代表的是勤奮跟樸實 第三個是雷文克勞 他代表聰明跟機智 第四個是史萊哲林 他代表的是精明跟狡猾 那時候看到那個哈利被那個分類帽 分類到葛萊芬多的時候 其實我有點不太開心 我就想說為什麼他不是被分到雷文克勞 因為13歲的時候我認為聰明才智 才是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 可是過了15年 我站在現在這裡 我跟各位說 我覺得JK羅琳 把他分到葛萊芬多是對的 因為我認為在這一個人生的路上 你有勇氣去選擇你想要的東西 你想要走的路跟有勇氣 面對自己的人生 這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謝謝各位 好 謝謝小金 霍格華斯的魔法學校中 我最喜歡高雄參旅學院 來 小金來這邊 小金剛才丟出了第一點 我想大概很快的問大家 因為好多禮物我送不完 我趕快送給大家 就是他告訴我們 第一個你想要做的事情 趕快去做不要等 所以我大概想請同學舉手 告訴我你想做什麼 就這樣 就這麼簡單 你就在所有人面前告訴我你想做什麼 好 那大家花幾秒鐘前想一想 我想謝謝小金剛才跟我們講了一個 非常動人的故事 他的故事其實有三個階段 那個在高雄火車站前的補習班的那個 自由生的階段 他自己說就像白老鼠一樣 永無止盡 那那一段人生讓他學到了 有什麼夢想 趕快去做不要等 因為人生永遠不會走到一個美滿的狀態 讓你可以開始快樂 讓你可以開始談戀愛 讓你可以開始實踐你的夢想 讓你可以開始實踐你的夢想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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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天永遠不會來 就是現在 好 那第二階段是當一位記者 你剛才講這個 我看到余總編輯一直點頭 顯然他在這個行業非常有感覺 他看到現在台灣都是小貓小狗的新聞 事實上你已經落實 現在都是台灣是小貓跟人打架的新聞 這種比較有收視率 然後他想要做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他在這一段學到拿得起放得下 最後是他讓人創業 你看他描述出他跟他的夥伴一起 騎著摩托車到墾丁吹的海風 一家要一拜訪客戶 他們不是躲在台北的冷氣間裡面創業 他們是到墾丁的海風裡面去創業 所以現在已經有三百多家民宿 加入他們的系統 這一階段他學到了 不管是多年輕 都要有捲起袖子的勇氣 這不就跟剛剛我們惠華學姐 一開始講的那一點一樣嗎 最重要的是你要有什麼 要有什麼 要有膽 好 有沒有同學有膽的 在學姐面前跟我們講講 你有什麼夢想 然後也許你講完之後 就趕快去做吧 不要等 很簡短的一句話 我想邀請我們高雄參旅大學的同學 跟我們講幾句話好不好 我們今天有很多外校的同學 發言很豐富 到時候我們本地高雄參旅大學的同學 有沒有 來 謝謝 來 那個同學 這個男同學你先說 跟我們小金學姐說 你有什麼夢想 然後趕快去做吧 我請工作人員把禮物送給你 好 好 這是我們學校的同學對不對 對 很棒 我是本校參旅教育研究所的同學 我叫吳濟琳 研究所啦 對 好 來跟小金打個招呼 小金你好 嗨 你很熟喔 嗨 小金姐姐好 不好意思 好 你有什麼夢想 我想要先講他剛剛講的一句話 我非常的喜歡 好 來來來 就是說 我看到他的人生的改變 跟他所學的勇敢的這條路 就是死也要死在喜歡的戰場上 我覺得這一句話 讓我感同承受 謝謝 對 那對於我自己的夢想 我想要把台灣的一個攝影產業 發揚廣大 因為剛好那時候我在實習 是在新加坡的環球影城 那我發現在遊樂園的當中 其實台灣的產業來講 可能我們去一個遊樂園的一個產業裡面 發現大家可能去 玩玩一個遊樂設施 可能幫你拍完一張照片 你就走了 對那個攝影完全沒有的影響 可是我那時候在新加坡我發現 台灣其實 有山有水非常的 人文這一方面都非常的棒 我覺得台灣很好 但是我們缺乏了一個就是 能夠去紀錄下來台灣的這個部分 也就是說 像我那時候去參加一場會議好了 小型會議 大型會議 或者是說 我辦一個Function 在一個場生日派對等等的 都會有專門的一個攝影師 在一個會場裡面 然後就幫你紀錄你的人生的片段 在禮場就會有一個紀錄 所以你的夢想是把台灣這些美好的地方 拍下來發揚光大 對 留給每一個就是 體驗在過程當中的遊客 小型對於她這個夢想有什麼想法 我覺得她可以做另外一個人生版的 看見台灣 你看過看見台灣嗎 看見台灣也許看到了台灣一些 不怎麼美好的部分 你可以去拍一個正面的陽光版本 現在可以做嗎 可以啊 可以做嗎 來 看著攝影機 攝影機在那邊 好 現在可以做嗎 你怎麼開始猶豫起來了 剛才才說要有膽 好啦 不要給你壓力 謝謝你願意跟我們分享 這麼美好的一個夢想 為了你自己也為了台灣 我們掌聲給各位鼓勵一下 來 剛才第二位同學 那邊那個女生 好可愛的女生 對 你看你的笑容多可愛 讓全世界看到 來 站起來 你叫什麼名字 哇 你看你的制服 我是烘焙管理系的胡玉婷 來 掌聲給胡同學鼓勵一下 太美好了 然後我未來想要開一間民宿 然後 對 所以我剛剛很認真的聽 然後就是 就是可以認識很多來自不同地方的人 然後接待他們 然後讓他們認識我所待的台灣這個地方 然後假日的時候 就是可以開一個 就是一個工作坊 然後就是讓 就是有興趣 就是 就是 唐花之類的人 然後 就是可以學習 因為現在 唐花工作室 在南部比較少 然後希望他們 就是有機會 就是不用 到北部 然後就是 在南部就可以上到 好 我再請小金回應一下 什麼是 唐花 唐花 不好意思我口音有點重 喔 對對蛋糕裝置的那種 在蛋糕上做的那個花 好 你看你們都不敢問 還衣服 你們都懂的樣子 不是那個 現在蔡依林 網站上還蠻多的 網站上 好 好 所以 你有兩個夢想 不好意思 我有點困難 不會 欸 妳是每天都這麼開心 還是看到美女學姐才這麼開心 看到帥哥美女都很開心 來 各位同學看看她 各位同學看看她 她將來一定會成功 她擁有我們這個社會成功的基礎 就是講話很虛偽 謝謝謝謝 這是我最會的事情 嗨 她有兩個夢想 學姐 第一個是她想開個民宿 妳接觸很多民宿業者嗎 給學妹一些建議 第二個就是說 她想要把這個做蛋糕的這個手法 能夠發揚廣大 我覺得這個學妹非常有前途 就是她的夢想跟她的嘴巴 都是一樣甜的 真的 對 其實我覺得這非常好 就是其實現在的民宿呢 已經從以前單純提供一個 床位 一個比較便宜的床位 現在轉向特色化經營 所以其實每一個民宿呢 都代表了一個民宿主人 她背後的故事 她的人生故事 所以像妳一個非常喜歡 翻糖 糖花的年輕女生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特色 而且我相信全世界各地 有非常多的旅行者 他們也是很喜歡烘焙 甚至是喜歡 對甜點這方面 有一些熱忱跟追求 我覺得包含像妳的民宿 或者是妳提供的這些工作坊 都是可以營造一個非常溫馨 甚至是同好交流的氣氛 透過口碑傳播 其實我覺得 你可以reach到說 很多真的很喜歡 你這塊特質的人 其實我覺得這跟傳統的旅館 它有另外一個分別 就是說 民宿代表了民宿主人的生命 所以 慕名而來的這些旅客 其實他們就是很喜歡這個民宿主人 所以我覺得 透過開民宿 你也可以找到更多 跟你有同樣喜好的朋友 我覺得對你而言 是一個非常好的夢想 來 我特別喜歡學講 那個熱騰騰的追求 但是我兒子這就是了 熱騰騰的追求 好 而且將來 你一定要用一個YouTube影片 把自己的故事說出來 好 我們今天攝影機 拍了你這一段 將來可以借給你 你的夢想就是從今天開始的 然後你到時候不需要做 搞不好民宿就叫躺花好了 好不好 不錯喔 對不對 應該沒有叫躺花 我目前還沒有聽到這個名字 沒有聽過這個名字 好 然後呢 到時候你要做蛋糕 就來跟我們謝勝佑學長 學一學 他可以用米做蛋糕 不用麵粉 用米做蛋糕 這樣還可以創造更多商機 對不對 可以創造更多商機 太棒了 參加這個字太好了 你是有在 所以我說在學妹有前途 你是有在民宿的連續劇裡面 嘎一腳 突然覺得你很面熟 沒有那個時間請陪阿嬤看 對 第二十八集對不對 你哭得稀哩花啦的 好厲害喔 好 那恭喜你啦 將來民宿開不成 還是可以回去演戲啦 我們謝謝這位學妹 然後謝謝小金學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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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